除了是社区协会承办绿造站 光丰地区农会从去年起开办绿造站成效卓著 今年不仅是延续办理 也重新改善站内的环境设施 并且在今天揭排开站 学员们是早已迫不及待的要展开新的学习生活 新学期光丰地区农会绿色照顾站设施环境焕然一新 多数为去年老板里的学员们开心详见欢 也早已迫不及待的要展开新的学习生活 今年是参加第二年 我们觉得心情都很愉快很高兴 跟同学们在一起 好像又恢复到以前学生时代这样 过得真的每一天的日子都过得非常的快乐 所以非常感谢农会 还有上级单位赞助这些活动 官方地区农会去年首度开办绿色照顾站成效卓助 今年不仅是延续办理 也重新改善站内环境设施 希望让农村长辈们有个舒适的环境 共餐共学共劳 DIY还有产业 还有不一样的产业来推动地方的产品产业 能让大家来了解 在这方面我们会更努力的来加以推动 而使我们的绿色照顾就好像社区的照顾关怀老人站一样 照顾我们的所有退屈人 官方地区农会积极争取开办绿照站 希望营造友善高龄生活环境 使长者获得妥善照顾 以达到协助在地高龄者 在地健康老化的愿景 今年我们就是配合农委会各项的政策的推动 也针对绿色农业方面的部分 我们来做一些学习跟体验 而随着台湾农耕人口高龄化 照顾老农提供长者丰富多元的学习生活 中央市张明发表示 农会是择五旁贷 透过绿照站的开办 要让老农也能健康快乐的供老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